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蝴蝶也是一樣 台灣以前也叫蝴蝶王國 我們有各式各樣漂亮的蝴蝶 有都市可以看得見的 粉蝶、灰蝶、弄蝶、毛毛蟲 有的很漂亮的 這邊就很快的帶過去 蜻蜓 其實台灣的蜻蜓我一直覺得不輸蝴蝶 我們台灣的蜻蜓也非常的好看 對不對 你看我們的鬥娘 對不對 你看牠的顏色的鮮豔 而且很多的蜻蜓 年紀小跟年紀大長得不一樣 公的母的長得不一樣 對不對 牠是非常的繽紛的這樣子的 像這是五八溝亭 很大隻對不對 也是我們這邊也都可以看得到 藍蝶蜓 這比較少見的 好 在這邊只是跟大家講說 就是說這個大概都是這些類群 都有機會在你的這種步道上面 你可以看得到 只要你稍微留意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這地方不是只有很多的樹 很多植物在這地方 那也有很多動物在這邊來來去去 但是就像我一開始跟大家講 動物之所有會動 所以你就必須要知道 這個地方對牠來講 牠的意義是什麼 那你越了解牠你就知道 牠在什麼時候或在什麼樣 特別的這種比如說季節對不對 有些果實成熟的時候 牠就會出現等等之類的 越了解牠你就越容易看得到牠 那我們在做這些事情來講的話 當然有一些更進一步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牠的相關的紀錄 那你越來越專業 然後到最後你就變成是我們台灣一個公民科學家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那這些資料來講的話 都可以 如果你不曉得我到這個地方來 我不知道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物種 那你可以先去查一些資料庫 那最重要來講的話 是都不是這一些 因為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的是 TBN 那這也是等一下出作業 我們大概在兩年前 你看我們台灣有那麼多資料庫 但是後來大家都覺得 那麼多資料庫其實很混亂 所以目前我們國家就是 是請特有生物保護中心 去把這些資料庫全部都做個整併 叫做生物多樣性網絡 等一下會跟大家稍微做個介紹 因為直接就在上網操作的時候 所以這後面 那這也是出作業 因為一直有講說出作業 出作業 我先把作業先說一下 就是等一下會跟大家介紹一個系統 然後呢你只要把它的那個 你所想要了解的空間把它圈出來 它就可以告訴你 在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物種 已知的 我想這可能是對大家最重要的對不對 就像剛才講到 你要觀察到一些東西 你要知道 過去有沒有人在這邊看過它 那有看過它 當然你去找它 出現的機會就越高 大概是這樣子一個 越了解就越容易看得到 好 那在做這些調查的時候 也請各位一定要特別留意 你既然你是一個觀察的人 你就不要去干擾它 你不要去影響它 你不要造成它的困擾 那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一直在這邊很快樂的生活 跟你做愉快的互動 而不是看一次掃一次 看一次掃一次 那就真的是非常的遺憾 所以呢 一定要減低它的干擾 那如果 就是說 基本上就是不要捕抓跟採集 你把它帶回家 然後呢 這個其實 真的有本事 你就是常常到以外去看到它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 比如說我真的要看它的一些特徵 你不要傷害它 看完以後你就把它放走 或者說 有些地方你把它撥開來 然後呢 要看仔細一點 然後要離開的時候就把它復原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當然是合法的一個 那做調查還是 希望就是大家還是要結伴 在野外還是有各式各樣的風險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夠結伴而行 這有很多的 這些調查器材都是我們常用的 那這個就不太 在這邊就不多說了 那 好 那回到剛才講到 一開始埋下的一個伏筆 就是 那我們 在基隆 在 我把它擴大一點好了 大台北地區 新北台北基隆 大概是這樣的範圍 那我們在這邊談生態到底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在這邊 我還是說 我今天如果說我真的要看到好的地方 我就要去阿里山 我就要去中央山脈 跑到這個地方來看 比較能夠看得到東西 還是周邊就有這些物種 那我們就要先知道 我比較早期的時候 這個 那時候 很多人都在推所謂的 生態城市 對不對 生態城市 那時候包括說 很多人都在想說 德國或歐洲 他們有很多的城市 綠化得非常的好 然後他們就是想要 這個展現 這個好像是都市在綠化的 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那最有名的當然就是 新加坡對不對 新加坡他們綠化 他們 我都常常講說 他們的策略叫做 見縫差數 只要看到有一個空間 我數就把它擺進去 大概是做到這樣子 那我們就開始學習他們 開始做很多綠屋頂 什麼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那所以我們就 請了這些國外的專家 到台灣來 然後就說 我們台北 大台北來講的話 是不是有發展成生態城市 這樣生態都會 這樣子的條件 那很多歐洲的這些人 會跟你講說 你們已經是了 你們會覺得很納悶 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因很簡單 整個台北的發展 我們知道它是個盆地 它的發展是非常不均勻的 即使是台北的周邊 也有很多的淺山 那當然我們還有什麼陽明山 對不對 那一直連貫到我們的基隆這一帶 北韓岸或者是東北角這一帶 這其實都有很多的這種淺山環境 就是很珍貴 然後有很多物種在這邊棲息 然後這是人家沒有的地方 你看全世界的城市裡面來講的話 它周邊它開發都可能上百年了 你說它周邊還剩下什麼東西 什麼也都沒有 所以對他們而言 一個都會 這麼大的都會區域裡面 還擁有這麼多的生態 在全世界是極為罕見的 我常常覺得我們 台灣人好像常常身在福中不知福 當我們在講說 學習別人 追求一些別人發展的方向的時候 我們都忘記了我們自己本身的條件 台灣自己有本身是讓外國人非常著迷的一些條件存在 如果你去看一下我們台灣的物種 你會有很多三條線 那些名字都非常的怪 大家知道嗎 說得是刺蛙 說得是有蛇 說得台灣特有種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有說得就有什麼 斯文豪 對 有斯文豪是 那到底是怎麼意思 請問一下有人姓斯文豪嗎 有人姓索德嗎 這怎麼一回事 在早期 十六十七世紀那時候 大航海時代 台灣是那種 就是國際貿易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有名的這些探險家 他都到過台灣 所以做得很重要的地方 很多的採集 採集完了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去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去怎麼樣 不是我們 他們 就用台灣的物種來命名 那命名就 所以呢 那時候就是誰發現誰是老大 就取了他的名字 那你可以說我們 所以那個雲報的模式的 雲報的那個標本 就命名這個雲報對不對 那標本在哪裡 在大英博物館啊 所以曾經有人講說 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好像有發現雲報的中西 那你怎麼知道這雲報是走私的 還是從動物園跑出來 因為只要是台灣人 就沒看過台灣雲報 那你怎麼辦 你只能去大英博物館去比對 是不是 這聽起來是很遺憾對不對 我這邊我只跟大家講就是說 其實台灣在別人裡面來講的話 真的是寶島 但是我們自己不覺得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事情 好 那在台北 除了說我們有很多的淺山 那有些人會講說 為什麼要講淺山淺山 那是因為我們沒有高山 所以我現在用淺山來做這個事情嗎 淺山物種多還是高山物種多 淺山物種多 各位 越高越冷 越不容易生活 會 你看那個 講難聽一點對不對 平地原住民一定過得比高山原住民過得好 是不是 因為越冷 那個東西就少 對不對 條件那個生活就是大家想像說 就是比較困苦的這種生活環境 但是呢 對很多的物種而言 它其實 這個淺山也是我們人類活動最密集的地方 所以呢 它就沒地方去 那我們看很多的環評它都告訴你說 這個地方開發沒關係 這個物種來講的話呢 它可以繼續往山上跑 這講得過去嗎 很難啊 大家了解我意思嗎 不要任何物種 任何人跟任何物種 我選擇在這個地方住 就是認為這個地方最有最合適 你不能跟我講說 你就可以旁邊你可以地方去住 它就可以過得去 沒有這種事 所以在平地裡面的 比較低海拔地方的 台北樹蛙 綠色的嘛對不對 然後人說 這旁邊是101 你不要住了好不好 往山上走 所以台北樹蛙就 好吧 然後我搬的行李 就往上走一點 它就碰到誰 墨式樹蛙嘛 這也可以綠綠的啊 那墨式樹蛙 你怎麼會跑上來呢 你這個你要跟我競爭很難 我在這邊活得很愉快啊 這基本上這是我的生活的 你也競爭不過我 要不然你再往上走一點好了 好 所以它又繼續往上走 它又碰到誰 翡翠樹蛙嘛對不對 翡翠樹蛙 翡翠水庫這個地方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跟我競爭呢 你要不然你就繼續往那個林子裡面走 那它又碰到誰 陳腐樹蛙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很多的這種平地的物種 我們過去我們做很多的調查 都往深山去做 但是都忽略了 深山你反而少去碰它 它其實它以前會很少 是因為你很少在那邊做調查 並不是它真的很少 是你不了解它 那調查完以後才發現說 原來它沒那麼少 但是回頭來去看 我們周邊以前常見的物種都消失了 所以我們看我們的保育類的那種等級 很多升級的都是什麼地方 都是平地淺山的物種 所以不是說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沒有高山 所以跟大家講說 請你把眼睛放到淺山 不是 即使站在全台灣 全世界的角度 很多人都已經把國家公園保護區 這樣子的視角 拉回到我們的周邊 因為成立了國家公園 成立保護區 確實多多少少對它都會有一些保障 但是真正沒有辦法到國家公園 沒有辦法到保護區 這些物種跟我們是生活非常的密集 也就是我們步道 常常會在那邊經過的地方 這些地方很多物種在那邊是岌岌可危 所以一年之間你要為它好 它就可以欣欣向榮 你如果說你稍微不留意 你可能就是它的最後一個看到它的人 所以這就是一個 在我們這個大台北地區裡面來講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現象 再下來來講的話 就是我們台灣來講 我們常常講說地景的破碎 地景的破碎也就代表它的複雜度是非常的高 它有好處它也有壞處 我們地景的變化有多快 大家知道嗎 我有個朋友印象裡面 那時候高鐵剛通車 然後就到台灣來 然後就帶他從台北 就是一路到整個左營 然後上車 我那個朋友就看著窗戶 然後就不理我了 然後一下子車子很快到板橋 然後桃園 然後到桃園 我就有點想說我是有點冒犯他 因為他一句話都不跟我講 我就跟他講說外面好看嗎 我怎麼問了一個那麼笨的那個 對 他回頭他跟我講一下就說 好看 然後又繼續看了 我想說這個到底是怎麼樣 然後就這樣一路很悶 就這樣子到了 然後後來我就 但是我也在思考 我真的沒有冒犯他 然後看起來 下車的時候我看他 他的心情好像也還不錯 我就說 我就問了一個很笨的東西 你看到什麼 對不對 他說真是精彩 然後他開始跟我講說 你看在台北下雨 是不是 然後都市的地帶 然後一下子進了那個領口台地 是不是 看到的那個環境完全不一樣 然後呢 開始那個下雨 就雨勢就比較小了 是不是 然後呢 又經過了這個 新竹的這一帶 是不是 你看到那個景象 有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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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講的就是 新竹的那個 溪流的那個地景的那個 應該講頭前溪那些環境 好 反正呢 一路往南 然後呢 天氣就開始越來越清朗 然後呢 地景變化也越來越多元 然後看到了平原啊 看到了很多這種 各式各樣的地景環境 好 所以他覺得他 很捨不得移開他的視線 所以對很多事情 對我們而言 是好像 司空見慣對不對 在別人的眼裡面 它是非常稀有的一件事情 好 所以這也是 在這邊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說 這個其實這個是 這個很特別的一個現象 那 對鳥類而言 台北地區 大台北地區也是怎麼樣 賞鳥的很重要的地方對不對 好 為什麼 因為 在整個的候鳥牽引裡面 這個飛得很辛苦 比如說要 從北部要到南部來的時候 哇 看到終於有陸地下來了對不對 因為很餓了很累了對不對 那一路下來 那當然台灣的北部就是 對不對 下來 就最早看到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很多 像田遼陽等等之類的 都是賞鳥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方 也可以看到一些米鳥等等之類的 是不是 另外一個就是要 北返的時候 對不對 那北返 那接下來就是要 這個 遠度從洋了 所以我要補級對不對 所以我要在這邊做最後的補級站 所以呢 在這邊就是 上山上之前的最後一個加油站 或者是Seven嘛 對不對 你要趕快補級 因為補級完 上面接下來就是沒有東西可以補級了 好所以 這是一個 我們這個區域裡面的一個 也是算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那再來就是因為我們台北 是我們首善之區 我們有很多的調查 有很多的人 在這邊都有長足的一些調查的經驗 好所以你要收集到這些知識 其實也非常的容易 這個 這個 這個是一個 為什麼 特別是講 我們這個地方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 大家也可以看出來 我們這是從一些潛山的地圖裡面來看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整個這個區域裡面來講的話 你可以看這裡面 算是一些法定的區域等等 你可以看到森林 你可以看到濕地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每個點 都代表是有一些特殊的物種或特殊的棲地 或一些特殊的意義所在這邊看 基本上就是密密麻麻的 好 這邊只是 就是說即使是台北市 講到最核心的地方 台北市 大家知道台北市面積最大的土地是什麼 哪一種土地使用類型 答案已經公告在那邊 森林是最大的 那為什麼 因為有一個陽明山 姑且不論 這個陽明山留下來是一個 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總是它就留下來了 是不是 所以呢 這是在全世界為什麼人家講說 你整個大台北地區就是一個生態城 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你看倫敦 你看紐約 你要看還有對不對 他們有個中央公園就跟你炫耀的不得了 對不對 這算什麼 它有點類似這樣的一個信息 好 所以呢 大家不要一下子 就開始去往那種 好像那種人烟罕字的地方去走 在台灣 你有一個跟全世界其他的地方 不一樣的福利 就是生物都在你的周邊 好 比如說這是在那個奇岩那邊對不對 青岩社區這裡面我們去做調查 然後呢我們就調查出來 有這些物種 這個 毛頭鷹啊 五八溝亭啊 這等等之類的 好 那時候他們 我們台北市在推所謂的 就是生態狼道 大家慢慢有時候聽到這個字眼嘛 對不對 生態狼道 然後呢 就希望說 這地方能夠建構出一個生態狼道出來 所以或者叫綠手指 這樣概念 那大家有看到什麼狼道嗎 這一條嗎 還是這一條上面 哪一個叫狼道 或者他們講到綠手指 這個牌子 生態資源很豐富的地方 像手指一樣 生出去 那物種可以從這地方 從陽明山 從其他地方可以靠過去 所以那時候大家花了好多時間 在談 怎麼樣去建構 所謂的生態狼道 後來呢 我就跟台北市政府人講說 我沒有看到綠手指 我沒有看到生態狼道 我只有看到什麼 黑手指 這一條 以前這整個區塊都是綠的嘛 所以重點不在於什麼 重點不是在於那個物種 它可以從哪地方移動到什麼地方 而是我們人類的足跡 到什麼地方 我們的破壞就到什麼地方 是不是 所以真正的關鍵來講的話 是說 那我今天如果要維持這樣的結構 那我應該在這個最上面 還有這個地方 我應該不要讓它繼續擴大下去 如果這黑手指繼續往前連起來 那當然這個區塊就完蛋了 被孤立掉了 對不對 所以在這邊只是跟大家講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在這種潛山地帶 我們在這 就是我們已經侵入到了很多物種的 生活範圍 但是即使侵入到很多物種的生活範圍 你也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很多物種 剛才講的生命力很強 你過去來講的話 你可以跟它共榮共存 但是這幾年來 我們的開發實在太快了 快到這些物種沒辦法適應 它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 我們的開發速度 大概知道有多快嗎 我常常開玩笑 我說我們過去20年 就是過去20年 對地球的改變超過過去200年 所以200年 工業革命 是不是 你現在把200年前的 電話 那時候還用飛鴿傳輸 是不是 所以200年 工業革命 是不是 你現在把200年前的 你如果跟它講 現在我們的地球的發展 他們會覺得像是什麼 神化世界一樣 過去200年 對地球的改變超過過去2000年 過去2000年 對地球改變超過過去20000年 所以大家不要想說 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們這個改變的速度是快 但是這個地球前所未見 所以很多人講說 那什麼全球氣候變遷等等之類的 跟大家講真的是在變 是不是 而且以後怎麼樣 速度只會更快 應該不是說速度會更快 就是火車頭 其實我們現在我們認錯了 我們知道錯了 那也不過就是火車頭 給的那個燃料給的少一點 火車還是繼續往前跑 就算你完全不給它燃料 它也要一段時間 它才有辦法停下來 所以這種狀況來講的話 就還是持續的進行 所以在我們這個角度裡面 我也很期待各位就是說 你看到一些在這個步道 在這三年活動的時候 你看這個環境 認為有一些破壞的行為 或者有一些狀況 我們看到一些連署等等之類 請各位要勇敢的去參與 為什麼 你不要想說 這種是不是還有很多的地方 這個地方可能就是最後一塊 你的參與就是維持這個地方 可以繼續不被黑手指劃過去 最後的一次關鍵 所以在現在有很多的團體 越來越守護自己的這種環境 希望能夠讓這些環境 能夠繼續的維持下去 這個有越來越多 這樣守護的社團出現 當然我也很期待 你去了解它以後 你知道它跟它的關係 那更進一步來講的話 你也可以讓它有所貢獻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即使就像奇岩社區對不對 好 這是郭雪狐 它就在原 所以大概從這張照片 你可以看出來就是 我們對於環境的改變來講的話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速度 是非常非常的快 但是在這從過去到現在來講的話 因為速度非常的快 時間來講的話 也沒有很久遠對不對 1928年 所以很多的物種 都還在邊邊角角裡面 果言殘喘 就在我們很多的步道的旁邊 是不是 因為步道變成車道 大概就沒什麼機會了對不對 變步道就代表 我們剛才講那個手指它有可能 所以一個步道它可以變成是 讓你守護環境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但是你處理不好 它就變成是破壞的一個工具 所以一來一往 那就差非常多 所以我們為什麼那麼重視步道 因為這步道上面 維持步道或者是 這個走步道的人 你的觀念 你是守護的概念 還是你是這種 就是說破壞的概念 那個其實對於那個未來來講的話 完全是兩個完全相反的一個方向 對不對 你看在那麼熱鬧的地方 你還是可以看到很多自然資源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守護它 不難 但是它要被破壞掉 也是就是一夕之間 這個是在齊田社區裡面 在這個池子裡面 大概就差不多 就從那邊到這邊 也不到一個池子 裡面就可以看到很多稀有的蜻蜓 有很多的這種稀有的植物 在這邊生活 那樹 你就可以看到一些白蠟蟬 它就跟著這比羅子 跟無舊白舊這些生活 所以物種它跟著棲地 跟這個動植物就一起的 這邊只是稍微拉出來 就是說因為我剛好有做一個這樣的調查 像金美溪 那我們後來就發現 金美溪也是在那種很熱鬧的地方對不對 但是就像這個地方 它在很多的山系 比如說從木渣 惡格山系 富洋山系 所以在這個區塊裡面 雖然它是非常的開發 也算是很密切 但是因為它還是有很多的山系 有很多物種 它其實它就是靠著金美溪 它的這種所謂的冰溪旁邊的空間 在那邊來來去去 所以如果你把它處理得好 它就變成是一個很好的生態廊道 動物通道等等之類的 物種就藉由它旁邊的高灘地 在那邊來來去去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把所有高灘地 全部都變成是公園化 都把它變成油氣化 都把它變成很多的自行車道 那有可能就把唯一還能夠去連接的這個地方 就把它破壞掉了 最近我們看到好多的對不對 動不動 現在我們說我們台灣好像真的叫沒有錢 但我們看我們投到很多的那種什麼 油氣設施 那種自行車道等等之類的 那看來也花了非常多的錢 但是事實上 你本來你是想要去享受這些山林的 但是有時候不小心你就變成怎麼樣 因為我做得太方便了 把你不要的東西給弄壞了 那其實你走到這條路 反而就沒有什麼意思了 這個是一個很吊詭的一個現象 那其實像那個地方 你看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有各式各樣的物種 在這邊生活棲息對不對 像黃曆對不對 班歸 那有些褐樹蛙等等之類的這方面的資源 那下一段就告訴大家 那你怎麼樣可以知道這個地方有什麼樣的資源 剛才有跟大家講說 要跟大家做一個這樣的示範 有什麼地方 那你讓我做個流行聲 所以我們也是很想要去試験